什么是圆形?Prototype 我们在C-Shop那时候学过物件导向 我们说有封装继承多型 那这些特性 那可是JavaScript有继承吗? 没有 没有,它没有继承的语法 它有没有多型? 感觉没有,事实上有 它那个物件里面,因为它是动态语言 所以那个物件只要有那个函数它去执行就会过 根本就不用管它到底是 是从哪里继承下来之类的 因为只要有那个函数它就可以执行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有多型但是没继承 有封装和多型没继承的语言 那继承怎么办? 继承的方式它其实是采用一个叫做圆形的方式 而且这个圆形不只可以处理继承 它可以处理类别 JavaSuite因为它全部都是物件嘛 它也没有所谓类别的概念 但所谓的圆形就是它的类别 有点这种感觉 而且它圆形上面还会附继承链子 所以它的圆形可以做到类别和继承之类的东西 但是不完全一样 有些差别 所以才会在这里每一个物件都会有一个Prototype 那这个如果要比较细讲的话 那讲起来就很长了 所以暂时你稍微知道一点点 就JavaSuite在物件导向上面 跟Csharp这种语言是不一样 跟Java是不一样的 差异蛮大的 那 字串的函数有像 char-at char-code-at concade concade concade的连接 from char-code 就是把那个unicode转成字串 转成 那index of 是寻找直字串 less index of 是倒过来寻找 match 这个就是正规表达式的比对 那正规表达式非常非常好用 所以在JavaSuite里面 其实我写程式的时候 我几乎都大量使用正规表达式 也没有不知道正规表达式是什么 regulous expression 比如说你要比对出 网页里面你想取出所有的网址 你很容易就用正规表达式写 http 两点 写线写线 然后呢 后面就用点信号代表 那他就会一直比对下去 那或者是 就是 就是 我们 之后给个例子 好 接下来 repress 就是用正规表达式的方式来做取代 那search 就是搜寻某个正规表达式 在哪里 slice 他开始是切出自串 就是 就是说切副3 就是从尾端开始算3个 把它切出了 然后 spirit 是分割自串 比如说 我把 hello hello 用e来分割 那就变成 只要有1的都会被切断 那所以就变成一个阵列 substream 就是 子字串 取出子字串 那第一个参数是起始点 第二个参数是长度 OK 从第二个位是开始 取长度为2的子字串 那这个 这个是用flank和2的 substream是用flank和2的 所以他就变成 做到同样的功能 第二个参数要传适 用来自to 结束点 然后呢 toLawcase 转小写 toUpcase 转大写 valueof 转回 它的值 转回它的值 好 那这边 有一些程式范例 那这程式范例就是 就是 我们测试 用来测试这些函数的 那执行的结果 你会看到像这样 那基本上都是 上面这一个表的结果 OK 看表是比较清楚 看程式的执行结果 是比较不那么清楚 好 那接下来就 如果自串 我们就 不花太多时间 接下来看一个 叫正规表达式 那正规表达式 非常非常好用 如果你写 特别是写 网站的部分 你一定要会使用这个 因为网站 常常在处理自串 所以如果你网站 不用正规表达式 来处理自串 你会写的 超级累 但是如果用正规表达式的话 你往往 人家 不用正规表达式的时候 写50行 100行 你一行就搞定 会很好用 那正规表达式 到底是什么呢 这边看一个例子 假如我们要用正规表达式 来抓 抓那个整数的 比如说 357 357 这种东西 那你就可以写 0123456789加 那这个 中括号就是 刮住这一群 OK 加代表说 出现一次 或一次以上 那这样他就可以抓住 抓住比如说 374 357 98765 之类的这些 他都可以透过 这一个式子来抓 好 好 那这个写起来还是有点长 对不对 所以通常呢 只要这些码在那个 unicode上面是连续的 好 那你就直接写 什么dash 就好 所以0123456789 就写0-9 就好 0-9 好 那所以其实正规表达式 可以写的很简单很短 没有见 我这里的 这里的有点问题 它的排版 没排好 好 这个是 0-9 加的话呢 它可以比对到像3704 这样的东西 那0-9 加点 0-9 加 它可以比对像7.93 这样的东西 那A到Z A到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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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呢 它可以比对像quote 这样的子算 那A到Z A到Z 底线 再来A到Z A到Z 0到9 底线 新号 新号 那这个代表 第一个字 是要这些 启动之一 第二个字呢 以后 就是这些 启动之一 连续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们如果要比对一个email呢 我就要这样写 A到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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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到9 底线 加 老鼠号 A到Z A到Z 0到9 点 底线 加 这个点 这个点 这样写 其实是 是 正规表达式是这样 但是一旦你放到程式语言的时候 你可以加斜线 因为那个跳出字语 否则的话 它会被当成是 比对到任何一个东西 好 所以这个点 如果放在程式里面 得加斜线 那URL 网址 你大概就 从HTTP开头 然后一直比 比到 比到不是这些字元 就结束 那当然 有时候有中文 有中文 这一句就没有办法抓得很好 你可能可以 HTTP 两点斜线 接下来就 就用 不是空白的 只要不是空白 这样 就可以 那不是空白就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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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讲 在这个前面加一个 上键 然后斜线 S 就代表不要空白的意思 那这里有一些符号 正会表达是里面的一些符号 那这些符号看起来很怪 但是 但是很好用 这个 上键号代表比对开始位置 前置号代表比对结束位置 所谓开始位置和结束位置 就是自算的开头 和自算的结文 然后呢 新号代表零次或以上 加号代表一次或以上 问号代表零次或一次 但是没有以上 好 然后 括号N代表出现N次 括号N 逗点的话 代表N次或N次 以上 括号N逗点M代表N次到M次 然后问号代表非贪婪模式 就是他比对最短 不是比对最长 然后呢 点呢 代表 代表那个 所有资源 但是他有一个除外 除外 那问号Pattern 代表比对这个样式 问号等于Pattern 这叫正向欲查 然后 问号金看号Pattern 这叫不向欲查 那这个其实我很少用 那这个很常用 S or Y 就代表比对S或比对Y 那SYZ 就代表比 比对SYZ这些资源 那 Not SYZ 这个 这个 上键号 在这边代表的是Not 所以就是 不包 不是SYZ的话 就 就符合 SYZ就不符合 那A到Z 这就代表资源范围A到Z 那Not A到Z 就是只要不是小写A到Z的话 就算 比对成功 那斜线B 这代表比对单词边界 大写斜线B 代表非单词边界 那所以这种小写的 跟大写的 通常代表的意义是相反 那其他这些呢 有很多 那D代表数字 那大写D就代表非数字 F F 小写F 代表换页 那这个其他的 有些就 有点像 C元 斜线R 斜线N 这都一样的 从C元那边 一样的继承波 那S代表空白字元 大写S代表非空白字元 TAB就是定位 跳格键 然后V 是垂直定位字元 这个比较少见 然后W 就代表任何的 单词字元 什么叫单词字元呢 就是可以当变数名称的那个字元 可以当变数名称的字元 A到Z A到Z 0到9 底线 这些是可以当变数名称的字元 那斜线W 就是大写的 就是非单词字元 那SN 就代表去 比对 比对一个 一个 以数字指定的 那NUM 是比对 一个 这个NUM 这个正整数 OK 那斜线N 这里的斜线N 这里的斜线N 跟这里的斜线N 应该有点不一样 但是这里 我们没有标出来 所以一般的情况 我们讲斜线N的话 是这个 比对换行字元 那这边应该还有一些 额外的意义 这后面我就没注意到 可能之后再 在 确认之后再跟各位讲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正规表达字的 在JavaScript的斜法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 有 有这样一个字串 那姓名是Java 年龄是 Thursday是1990年8月13号 那我怎么取出 像名字啊或者是 年龄啊或者是日期的栏位 我要怎么取出 那我这边就弄了一个正规表达字 直接Name2点 然后接呢 一串的 W W是变数名称的那种字 对 好 接变数名称的字 OK 接下来空白之后呢 再接H H之后呢 再接D D就是数字 数字 那加号就是出现一次以上 OK 然后呢再接Birthday 然后Birthday 然后Birthday后面呢 就可以接 数字 斜线 数字 斜线 数字 所以一句话就把它比完了 好那 剩下的呢 你就可以把它 把它取出来 傳回 取出来 傳回 好 那所以我们要用正规表达字 来做这种抽取 就会非常简单 OK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执行结果 执行结果 你看 它取出来 双杠斜线是带有跳脱这些 这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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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我看一下 其实我这边 误音 怎么讲 我这边其实 其实写的 还有点复杂 它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写法 因为我是有写成字串 写成字串的导致 它必须要用爽杠 如果 我直接用正规表达字的语法写 它就不用 来我做一次给你看 它有直接正规表达字的语法 其实比较简单 我 当初写这个的时候 还没有 所以那双杠带有跳脱 双杠 对 就是代表一个斜线 两个斜线 不是在字串里面就 像是一人一样被视为一个 一个在正规表达字里面就被视为跳脱字 对 所以双杠就变成W是个跳脱症 对对对对 我懂了 所以它有点 因为你把它写在字串里面反而有点怪 所以我这边 稍微给个例子 然后再改一下 好 先把它的编码 OK UTF8 先存起来一下 好 那我这里 其实我没有指定UTF8 不过这里都是英文 你没差 所以OK 那我就 我就把它打开一下 好 那你会看到这个结果 它确实有抽出来 好 那这里我们现在还是用双杠写线的情况之下 对不对 但是 那样写其实是啰嗦的 你又写这么复杂 一等一 我印象中 这里有个斜线,这个斜线提早把它结束了 所以呢,这斜线前面应该这样子 所以两边都会有复杂的情况 因为这边要跳多 好,试试看,我搞不清楚这样行不行,试一下 不像行,把它调重开一下 OK,所以呢,我这样写,跟这样写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只要用这个斜线,就代表正规表达式开始 那你就,因为里面都是正规表达式的 所以你就不需要特别去跳脱这些东西 OK,所以就直接写斜线W,夹,代表是英文字或数字或底线 斜线W,斜线D,就代表是数字 这边也是斜线D是数字,数字数字 OK,G的话是用贪婪模式 I,似乎是大小型 OK,G,谈案模式 I,似乎是大小型 那这样一行,你就可以做到非常非常多的事 就是,比起你自己写回圈File或File 然后呢,就一直写下去 对,如果你用回圈去写的话,你会死的难看 对,会很累 就好像C元SscanF一样 对,C元SscanF 其实就有类似正规表达式的效能 可是呢,它跟正规表达式还是有点不一样 对,还是不一样 其实,正规表达式还是比C元SscanF强 但是,C元SscanF比较跟C元能够搭配的比较好 因为它可以直接Sscan到变数里面 比如是SscanF SscanF可以直接Sscan到变数里面 但是,正规表达式不是 它是比对完之后 你要用参数1、参数2这样来取出来 OK 但是,大部分的情况我们可能不是在做取出 如果你不是做取出的话 你可以 比如说,我就 我就直接做取代 那从某个字串 直接取代成另外一个字串 那用正规表达式的比法去取代 那一行也就搞定了,也不用再取出 OK 所以这里正规表达式 我建议各位稍微去看一下这个程式 执行一下 来看 确定你对正规表达式 不能说很熟 但至少你知道它是什么 这样我觉得 我觉得 这一个主题大概就够 那最后 再给各位看一个东西 在Java Street里面有一些很强的地方 因为它是动态圆 动态圆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就是我这边写A等3B等5 然后我呼叫EVALA加B A加B是个字串 传进去 那它会传回什么? 就传回8 这样的功能 各位觉得如何? 就直接写在后面写一个 这样会多一个变数之类的 对 但是这不能只做A加B 不是只能做A加B 譬如说 你在这边呼叫函数 或写回圈 或写任何乙符 什么 反正不管什么程式 你通通把他丢到字串里面 叫他去算 他都可以算出来 同时也可以写在外面 也可以写在外面 但是 你有时候需要写在里面 是为什么呢? 譬如说 我有个界面 我让你输入 直接在那个栏位里面输入层次 那我去计算这个层次的内容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写一个像 NoteJS这样的东西 NoteJS里面呢 我们不是有这个东西吗? 你要写一个这个东西 网页版 超简单 只要用那个 我们在AI里面 不是有用那个 Rainline 那个 Note.js里面 Rainline 独一行的功能 有很多人用它来写 物质期之类的 然后呢 读一行 然后呢 我们就计算 然后把计算结果 印到屏幕上 再读 再计算 再印 那这样 就会很强大 就会很强大 你要写这个 简不简单 其实蛮简单的 其实蛮简单的 那甚至呢 写在外面 写在外面 哪边的外面 哪边的外面 就是 就像那个A跟B 然后你可能可以在下一行 就写一个4E 然后把它的箱架之后 把它出在4E 然后再把它印出来 哦 当然可以啊 我就这样 4E 对 对 可以 你同样的 你 你如果要用 用这个EVAL 海数 来写一个 完全跟它 几乎一模一样的层次 你需要几行 原则上 我大概10行之内 就可以搞定 10行之内 就可以写一个这个界面 10行之内 我就可以写出 这一个层次 因为我有EVAL 了不起再多加个10行 所以 因为这种EVAL 很强 强大 动态语言就有这个 特别 你如果你用诗语言 要写一个字 你要写多久 那我写不错 很难写 基本上 你就要重新发明一次诗语言 然后写出它的解忆器 你才有办法做 对 但是JavaSquid不用 因为它是动态语言 你自在传给它 叫它帮你计算 它就直接用JavaSquid的引擎 帮你计算一次 把结果再传回给你 而且那个中间的过程 那些东西 该射到什么变数 它就帮你射到那个变数 所以它一体化 实际员这种编译式的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没办法一体化 但是 这种解义式的动态语言 就可以一体化 是串传进来 我把它当成诗解读 执行完之后 就执行完 这种功能 其实是动态语言 我觉得最 最强大的地方 但是会用到这样的状况 其实也不算很多 可是 可是蛮好用的 这一段其实蛮好用的 在必要的时候 你用了 就可以省掉你写上 几千几万行层次 好 那这是我们 讲JavaScript 针对四川的部分 那请各位稍微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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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先 好 我把这个贴上去 那你们看一下 这一个 这一张的内容 然后稍微执行一下 那个层次 确定一下 你是不是已经了解 几个点 第一个是 自传 第二个是 正规表辑 第三个是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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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执行一下 因为我们都是网页版的 所以你不需要用Node.js去执行 但是如果你把网页版的部分拿掉 直接把那个程式贴到Node.js 也是可以 只是要把HDMO那些标记那些都拿掉 好 试试看